许许 我也会让你一直心服当 我能做到的 就是一直给你安全感 我之前没有给你讲过 我离婚的事情吧 你坦白完了到我坦白了 许许 你套路我 那你听不听吗 听 我只是觉得 我的感情历史比较苍白 觉得自己没有面子嘛 那你继续你继续 我呢就是一个 没有事业 也没有自我的家庭主妇 被职场女强人夺夫的故事 我觉得好像 付出了这么多年青春 却成全了别人 所以我刚离婚的时候 特别地自卑 也特别地敏感 我没有能力养活我自己 所以当我知道 你那辆车几千万的时候 我恨不得 从周全的家里跳下来 还好是你收留了我 所以你给我的 不仅仅是一份工作 因为我想给你爱情 也想给你个家庭 谢谢你啊 成立 不过 经历了失败的感情之后 我发现 安全感是自己给的 不能靠别人 而且婚姻和爱情 不是生活的全部 我需要让自己变得更强大 强大到可以给自己安全感 那个时候才可以 跟你平等地谈 你这样我会很没有安全感 因为我也不确定 你什么时候 才能让自己觉得满意 这个 就是我们应该要跨越的障碍 谁都帮不了我们 不能回来 就是我们我们下一个 把你带去 这个 来 呢 那最后一次呢 你要是下次再敢这样的话 我就给 霍一网 我想喝杯咖啡 去帮我买一下吧 你行不行啊 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好欺负呀 行行行 两位姑奶奶别找我茬 我去给你们买咖啡 一人一杯 这么差不多 谢谢你周全 不是 你干吗呀 无视性行情 非奸几党 其实我真的挺感谢你的 你虽然嘴巴刁 但是我知道你都是为我着想的 这过程虽然让人极其不舒服 但好在这结果是好的 是真心的吗 真心话 好了 没人跟你抢户以往了 他就怕我再一次自杀 所以才一直帮我的 整个过程都对我彬彬有礼 客气有加的 这分明就是在告诉我 他只爱你 我没谢 那你干吗一直做出一副 横在我们中间的样子呢 那我也没有办法呀 那长得好看的姑娘 那肯定是让人怀疑的呀 那你要非要把我当成假想敌的话 那只能怪你自己不够自信了 莫月月 我警告你啊 你要是再敢踏上我的地盘 我真的就对你不客气了 你知道会以往为什么一定要求我去 参加你们的求婚吗 为什么 他说 只有在我的面前 他和你求婚你才能扬眉吐气 才会觉得特别有面子 还真是个懂女人的男人啊 我好后悔当时没有 还有 你开始还不是 欢迎你 Die震 你也可以 就在我的丫头 你 明不久